沈渊,我知道你心里在担心什么,在我这儿,我可以明确告诉你,我根本就没有打算要离开你们的意思。 乔景文回头,看着低头行走的沈渊,开口道, 其实啊,从自己穿越而来这么长时间,他们两个应该早有一段对话了,只不过因为生活的原因而延迟推后。 你真的是这样想的吗? 沈渊明显很意外听到他说的,当即抬起头,眼神灼灼地盯着乔景文,试图在他脸上看到最真实的想法。 自己最近啊,也不知怎么了,前后对他的转变能有这么大,简直就是判若两人。 哎呀,我知道,我以前身上有很多缺点,也对你和孩子做了很多不好的事。 我在这儿,和你们郑重地道歉,希望你能原谅我。 乔景文因为原主的关系,无论想做出什么改变,都会招来闲言闲语。 就好像这一次,自己被自家弟弟暴打,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是活该的。 并且还觉得,乔友德简直是个大侠,做了一件很多人都想干的事。 这都可以想象到,原主的名声在村里有多难听。 自己做一个后来者,能咋办呢,只好默默受着。 没事,这段时间你做得非常好,你所有的改变,大家都看在眼里。 而且两个孩子,现在明显就离不开你了。 我希望你可以留下来,继续照顾他们。 如果觉得金钱方面有些紧张,你完全不用担心的。 今天摆摊卖的所有钱,我一个都不要,只要…… 乔景文对于沈渊的这一番话,不知该如何回答,只好将今天二姑过来的,合伙做生意的想法,说了出来。 沈渊听了,思考良久。 对于你要与他人合伙做生意这件事情,我是同意的,只不过有一点,我希望你可以明白。 乔家二姑这个人,我看不透,也许是我接触少的原因吧。 无论如何,你都要对他有所防范,凡是所有事情,都必须留有后手。 面对沈渊的话,乔景文也是能够理解的。 自己作为一个旁观者,这段时间,乔家二姑所做的事,还是比较合自己演员的。 沈渊和乔兰花本就不熟,胡乱加入一个人,这样的想法,没什么奇怪的。 嗯,我明白了,我尊重你的意思。 小景文看两个人聊得差不多了,这时候又开始下雪,两个人不言语地回了家。